《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早我出門的時候 都覺得天氣還挺冷 看看各區的最低氣溫 市區來說大概在12度左右 不過新界不少地方 仍然只有10度附近 大家出門的時候 穿件外套就比較穩固 早過了兩天天色比較陰暗 不過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就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雲塵相對地都已經轉薄了 再加上在西邊小雪 有一個相對比較晴空的地方 我們預計今天可以見一些陽光 預測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這一兩天 東北貴后風會逐漸緩和 所以到時我們的氣溫就會逐漸上升 不過大家要留意 另一股東北貴后風 就會在周末的時候抵達華南沿岸地區 預計到時我們的氣溫就會再次下降 然後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是大至多雲 朝早就會是天氣寒冷 而日間就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就是乾燥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17度 風的方面就會是吹和緩的偏北風 就會漸漸出東至東北風 只不過我方面 我們預測未來這兩天氣溫就會繼續上升 不過大家要留意到周末期間 天氣就會變得多雲 氣溫就會再次下降 我們預計今天會有些陽光 如果大家不用上班的話 不妨考慮一些會不會的活動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